大家好,我是侃侃有余的主播,在我开始之前,记得订阅本频道,打开小铃铛,这样我发布新内容时,你才能获得最新的节目通知。 过去20年漫长的PC时代,英特尔一直是PC处理器之王,和微软组建的Wintel联盟称霸全球市场。 从上世纪80年代,英特尔推出PC处理器后便基业长青,贯穿了整个PC时代,称霸晶片行业。 几十年来,英特尔在PC处理器领域独大,不论Windows系统还是苹果系统,几乎都得用英特尔自研、自产的CPU。 正是因为这种垄断地位,英特尔常年是全球收入最高的半导体公司,净利润最高达到210亿美元。 直到苹果iPhone诞生,高通、联发科等手机处理器巨头相继崛起,英特尔的王座才开始松动。 2007年,苹果推出iPhone前,曾找到英特尔请求合作,却被英特尔以手机晶片市场太小拒绝, 无奈之下只能找三星代工其晶片。 苹果之后,高通、联发科、三星、设计企业都瞄准手机晶片业务, 吃到了智慧型手机十年红利,而心高切傲的英特尔措施这次历史性大潮。 即使在其最坚固的PC处理器领域,英特尔也遭遇AMD与苹果的双重打击。 前几十年,英特尔凭借X86架构高歌猛进,独霸全球PC处理器,成为全球最大的晶片公司之一。 垄断带给英特尔超额利润,却让苹果等合作伙伴深感压力。 因为英特尔处理器一直偏贵,2020年,苹果Mac终于放弃英特尔, 使用基于ARM架构的自研M1处理器。 苹果抛弃英特尔后,ARM以及Risk-V架构逐渐崛起,有分析师预测。 到2026年,ARM架构将占据30%的PC市场份额,50%的云端伺服器市场份额。 对手挑战下,传统的Wintel联盟已岌岌可危。 近日,英特尔的2022年财报就非常说明问题。 公司实现营收631亿美元,同比下降20%,净利润80亿美元,同比暴跌60%。 其中,四季度最为惨烈,实现营收140.42亿美元,同比大跌31.6%,净亏损6.61亿美元, 去年同期还有净利润46亿美元。 而且,公司预计亏损将延续至2023年第一季度。 其给出的一季度业绩只因为营收105亿美元至115亿美元,远低于此前市场预期,而且大概率会继续亏损。 因此,这次财报突然雪崩,被分析师认为是历史性崩溃。 英特尔业绩暴雷,与行业周期下行有直接关系。 个人电脑晶片作为支柱业务,无论营收还是利润都遭遇滑铁炉,几乎是英特尔历史上从未有过的至爱时刻。 英特尔的CPU卖不动,主要受全球消费电子需求微米影响。 2020年大流行时期,居家办公一度成为主流,大幅拉动了全球PC出货量。 随着大流行成为历史,员工回到办公室办公,PC市场再度遇冷。 时间来到2022年,全球PC出货量一路下跌。 二季度全球PC处理器出货创下近30年历史新低,同比降幅超15%。 三季度全球PC销售额同比大幅下滑15%,四季度出货量同比暴跌近29%,创下20多年来最大季度跌幅。 整个2022年,全球PC销量为2.86亿台,同比下滑27.8%,惠普、戴尔等PC巨头销量都出现明显下滑,惠普更是一度裁员6000人。 而这些企业的PC产品大都搭载英特尔处理器。 面对历史性崩溃,英特尔立即启动降薪节流计划。 2月1时,英特尔全面削减管理层薪酬的消息震撼业界,其打算以节约资金用于扭亏计划。 其中,执行长基辛格基本薪资将下调25%,最高行政领导团队的薪资将下调15%,高层管理人员减薪10%,中层管理人员减薪5%, 7级以下员工和小施工不受影响。 英特尔在声明中说,这些调整意在对高管产生更大的影响,将有助于支持投资和人力所需, 以加速转型实现英特尔的长期战略。 但降薪、裁员之类的动作,虽能降低运营成本,却无法解决英特尔的深层危机。 这是由于全球晶片产业已非常成熟,各国分工明确,主要分为材料、设备、设计、制造、封测等环节。 比如日本专注材料,荷兰艾斯摩尔专注核心设备,美国的高通、苹果、徽达等巨头专攻设计,台湾的台积电专攻制造。 唯独英特尔一直不愿意搞分工,认为极晶片设计、制造、封测等环节于一体的生产模式,基本不需要依赖别人,仍旧坚持IDM模式。 但现实确实,多年来,美国大部分晶片制造厂已关闭,转由台积电、三星等企业代工,本土晶片企业专心做设计。 随着台积电的先进制程晶片代工大放光彩,连当年得意洋洋的三星也不得不低头,英特尔连最后的优势也耗尽了。 一家以色列初创公司Volimay的负责人,过去是英特尔一名高级副总裁,作为过去英特尔公司最资深的以色列人之一。 其近日谈到了英特尔有一个长期存在的问题,它想在每个领域,尤其是在制造业,成为最领先的。 市场爆炸式增长,越来越多的公司打算外包生产,将研发资金转给类似于台积电的制造商。 台积电是全球规模最大,实力最强的制造商,而且只会越来越强。 结果就是,很难保持在传统计算机市场的市场份额,也很难成为制造技术的领导者。 不要忘记人们正处于一个惊人时代的开端。 市场用了几十年的时间才达到6000亿美元的价值,现在预计在大约8年那番一番,超过1兆美元。 但从短期来看,这主要是英特尔的挑战,因为它既要规划又要制造晶片。 其在设计上的大部分主要竞争对手,如辉达、高通和其他公司都是设计晶片,但不制造晶片,而英特尔需要在这两方面都做到最好。 该模式需要大量的资源,而英特尔并不具备。 执行长基辛格向其他公司开放英特尔制造的战略是好的,其为重新夺回英特尔在制造业的领先地位所做的努力。 但存在一些很严重的问题,它得到的遗留问题非常严峻。 全球经济供需变化频繁,管理上以往存在的问题很严重,未能得到解决、规划、难度加大。 大流行期间需求巨大,但供应链中断。 如今,通膨和经济衰退使得建设新工厂的战略难以实施。 每家工厂都需要数百亿美元。 该负责人在格罗芳德工作时就意识到不能竞争整个蛋糕,最好专注于自身的优势。 所以,格罗芳德把生产分散到世界各地。 英特尔已经进入了衰退的状态,其未来发展将更加艰难。 基辛格的任务非常具有挑战性,它正与强大的力量作战。 英特尔希望再次成为制造业强企,而实现这一目标的部分途径是借助美国政府的支持。 美国总统宣布了晶片法案,计划为晶片公司提供520亿美元的预算。 即使英特尔在未来几年获得100亿美元,甚至更多,但考虑到建设一家工厂要耗费200亿美元,而英特尔需要建立大批工厂,这仍然只是沧海一族。 此外,Google、亚马逊、苹果等公司过去曾向英特尔购买过晶片, 并计划自己生产晶片,所有这些都对英特尔构成了额外的威胁。 因此,英特尔需要规划未来,并在此过程中设置测试点,考虑一些能从根本上改变公司发展方向的决策。 英特尔执行长基辛格正面临巨大挑战。 英特尔必须做出重大决定,是专注生产还是开发,或者两者兼而有之。 英特尔最终将无法像原来一样,它将要面临一些艰难的战略抉择,并弄清公司未来的发展方向。 那么,本期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。 感谢你的观看,期盼能与你产生共鸣。 侃侃而谈,扩论有余。 最后,请你点赞、订阅。 这是对本频道最大的支持了。 谢谢。